知名主持人小S虽然在节目当中偶尔会小秀一下歌喉唱歌两句 不过曾经也是歌手的他睽違多年 终于要在公开的演唱会上一展歌喉 而且全是为了做公益 背对镜头一身休闲装扮 只会穿着运动长裤素颜淡装的人 看得出来这是艺人小S吗 就算现在迷人很流行事 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当爱他比梦他乱为有答案 难道不念他白着风声哭喊 要从心底倒走一个如问候很难 前面两人暂时卸下明星光环 专心练唱 一切就是为了十二月的公益演唱会 歌手出身的小S转换主持棒后 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再公开唱和唱歌 为了公益再猜精嗓 更有好姐妹范范客串和音天使 小S希望透过自己的影响力 使更多人投入公益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林文凡台北报道